创世纪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护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 沙莱和侄儿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四件地方 摩利像树那里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我要把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 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从那里 他又迁到 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 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 迁往南地区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盛大 亚伯兰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占居 将近埃及 就对他妻子杀来说 我知道 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极致亚伯兰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户人 极其美貌 法老的成宰 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户人就被带进 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户人 就后代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许多牛 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扑币 耶和华因亚伯兰 妻子杀来的缘故 将大灾与法老 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 说 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他是你的妻子 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他 娶来做我的妻子 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 可以带他走吧 于是 法老吩咐人 将亚伯兰和他妻子 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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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